當然面對台灣主境的艱難 或者是民進黨情勢如此的嚴峻 我既然經過審慎的思考 願意勇敢承擔 希望能夠結合社會各界的力量力往狂難 我就有這樣的準備 去面對各種的批評 甚至各種的挑戰 這種困難我都會勇敢面對 這次傳出說你會領表 最主要的幕後推手是中院院前院長林遠哲 你怎麼看的消息團 很多人鼓勵 在昨天的記者會上面我有特別說明 因為我回到台南主選立法委員深入基層 實在是基層的聲音基層的焦慮非常非常強烈 民進黨一定要重視這樣的聲音 一定要重視這樣的聲音 院長 部署出前議員他有提到說 因為之前陳小瑜他是有提這個阿兵總統 阿兵總統後來呢 是有提這個火火委委員 那他是有懷疑說 是不是因為政權導的 是因為你可能過選張總統的話 就是可以特色他這個部分 他有上節目宣示這個部分 當然陳小瑜年輕就願意出來爭取 為社會服務的機會 值得懇敬 他雖然這一次沒有成功 但是他下次也有機會 所以對這樣的人 其實我們應該要持續鼓勵他 他不必把他演身為有其他的事情產生 這樣的參與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好